我本身都在大學工作的 我們應用3D Printing 在醫學方面 其實你剛才提到的Big Data AI 其實都可以融合一起用的 最終的目的都是想改善到現有的醫療水平 我們目的是要做到精準醫療 個性化醫療等等的領域 以我個人的經驗就是 因為我們走得比較前線 跟醫生有多些溝通 其實香港這方面都比較保守一些 很多科技都會等到外面用得比較成熟 香港才開始跟進 還有香港的醫療板塊和其他地區都不同 就是我們有很明確的 有政府醫院和私家醫院兩大板塊 他們對醫療科技的應用 那個心態都不同 例如政府醫院 因為是政府機構 他們會有能力去試一些新的東西 反而私家醫院會比較 被這些要負責任的東西 問題就是政府醫院的工作 那個負荷都比較高 所以都會牽制到大家試新科技的動力 漸漸這幾年都開始有些改善 因為大家都知道跟周邊地區都開始有些距離 大家都想急起直追 首先初創第一件事會遇到就是人手 一開始不會容許你 十幾個人一起去開始一間公司 很多時候每個人要一兼多職 對一個我們 因為自己本身是技術背景 研究背景的人 你叫我真是管理一間公司 做市場推廣 這些都是要重新學起的 另外就是聘請一些 真是理工科的新同事都比較困難的 因為就算學生是讀這一科的專業也好 很多他們畢業出來都未必留在這個板塊那裡 所以我們在本地去聘請這些高新科技的人才 是有困難的 最近政府都有協助 有不同的贊助 我們可以例如一些博士後的資助 我們都可以聘請到一些區外的人才 復康科的應用範圍很廣 除了做一些慈善 或者一些二資的服務 我們最近接觸到就是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 其實這些都可以舒緩到不同的老人家 或者是殘疾人士的生活質素 利用這些3D Printing 其他的科技 可以更低成本更有效地做到一些新的產品 一些個性化的產品去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小困難 我們接下來都會跟不同的矯刑師 職業治療師去研發一些新的產品 性價比再高一些 比現有市場上的醫療產品 通常的價格都標得比較高一些 我們都想打破這個傳統 在教育方面 因為我們覺得要市場接受3D Printing 或者其他新科技的產品 其實在教育方面要早些去入手 中小學等他們多些接觸到之後 他們大過了就明白了 怎樣用這些科技在他們不同的範疇裏面 其實除了中小學 我們最近都在想 就是醫科生 或者其他專業的行業的本科生 其實他們都讀書 很多時候都未接觸到這些 很多時候都是投入社會才開始接觸 我們覺得都有點遲 所以我們都想是 就是有我們的影響力 在不同的教育團體那裏